搜 开门 开门 没听见叫开门吗 开门 给我抓起来 走 快 站住 给我追 这边 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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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兵 快 赶紧从人逃走 我有跟你和早子在一起 兄弟 知道你身上的东西有多么重要 走啊 不 快 快 送人跳下去 不 师兄 我说过我们要徒生故死的 不要管我 你快走 챙elve 让你 허팝 Yancons 老板 良静 加油 小子 晚安 哥 推 快 救命啊 别让他们逃走 开枪 进去看看 进去 进去 穆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表姨 我希望你能够参透 以柔克刚的道理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太极者 无疾而生 阴阳之母也 动之则分 静之则和 无过不及 随躯就身 人刚我柔 为之走 我顺人背 为之年 我顺人 昆至柔而冻也刚 至敬而得方 厚得主而有偿 行万物而化光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处众人之所物 故积于道 居善地心善渊 与善人言善信 昆之辈不知其几千里也 怒而飞 其翼若垂天之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Нав cancerscash 来 飘忆 你是如何做到的 弟子在瀑布下面 反复体会 进入虚境状态下的感受 起初 弟子的心 总会被 瀑布的水声干扰 无论如何 也做不了主 而且 会被他们的声音牵着走 后来 我忽然悟到 如果心能静下来 其实外界是影响不了我的 所以我的心 便慢慢静了下来 静下来之后呢 我又忽然感受到原来 说你的 你继续说 原来 手碰不到的东西 眼睛可以看到 眼睛看不到的东西 耳朵能听到 耳朵听不见的东西 心能感受到 所以 只有让内心平静 才能感受到一切 好 飘忆 你能有今天这么大的进步 我为你 还有你爹 感到非常地骄傲和自豪 但是你不要懈怠 还要继续努力 飘忆 给自己一点时间 你所经历的磨难 就像你看到的 这些天上的云 总会消散的 行器如九曲珠 无微不至 运动如百炼钢 合肩不催 静如山月 动如江湖 续尽如开弓 发尽如放剑 取终求之 续而后发 世锦万物 都要追求一个平衡 唯有心境平衡 才能发挥出 人体最大的潜能 是 他一定会让你 在哪里 你会让你 你会让你 把人的心境平衡 还能发挥出 就会让你 在哪里 你会让你 能够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场对阵的是许东和朱飘逸 许师傅 谢谢上次的赐脚 请 朱师傅赐脚 朱师傅赐脚 本场获胜的是太极门主飘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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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场比武士 李不明和马尼尔 赐脚 本场获胜的是马尼尔 好 好 好 下一场张晓然对战 师傅 你太厉害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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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届武林大会决赛 即将开始对阵双方是朱飘逸和马尼尔 请两位登场 师哥 小心点儿 放心 我会赢的 赢的 是否还可以赢的 赢的 许敌人 是否决赛 你没有必要 要我们制造 还要去 不需要 很好 走 这 这 这 你以后不要再练英昭公了 英昭公 能吞噬人的良知 让人变得阴险 本届武林大赛的冠军得主是 朱飘逸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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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飘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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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开门 来 中国武术 太让我失望了 什么东西 却是画拳袖腿 我已经替了 暗示三家武馆 没有一个人能打败我 没想到你们上海国书馆 这么让我失望 你 你是馆长吗 来 和我打 如果你输了 让我来当馆长 我要把那些筷子一样折断 你干吗 馆长 让我们上吧 不 他既然提到我 我就必须上 你们别拦着我 我来 这种芝麻绿豆大的事 我来解决就好了 这位兄弟 你是 刘馆长 等我教训教训这小子之后 再自我介绍吧 再自我介绍吧 这位兄弟 武术是用来强身剑体的 不是用来打架斗殴的 我这叫先礼后兵 如果说你再不知好歹的话 那我就要动手了 你们中国人话真多 打到你后再说 我这 ships 你们之后 所有人都能行 稍微 你 стве 下 相 走 加油 好 你是什么人 我就在跟他打呢 在下朱飘逸 我管你是谁 我刚刚差点打败他了 现在你上来了 算了 你来吧 飘逸 小心啊 我把你打败了 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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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 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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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大家练得不错 朱师傅 自从你把拳谱发给我们以后 每天回家照着拳谱练习 自然就熟练多了 这样真的容易多了 我们一学就会了 太极拳变化无穷 我只是把基础的动作做了简化 还有 现在图文并茂 也增加了大家的兴趣 但是太极拳的奥义 却一点没有少 对了 朱师傅 我们可以帮你把拳谱装定 多发几本出去 这样就有更多的人来学习 对啊 对对对 这样可以发言光大 是啊 是啊 你怎么又来了 我来找那天的家伙 你这个养鬼子还挺执着啊 我们朱师傅在里面 交入太极拳 没工夫搭理你 怎么 难道你们这群废物 还想阻拦我 快点走开吧 废物 站住 快点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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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没事吧 朱师傅 这家伙 他又来捣乱 放心 我会处理 照顾他 是 你教了一群废物啊 走 你看他们那个傻样子 他们才刚学不久 当然打不过你了 快让他们去治伤吧 像此我不熟悉你的拳法 所以才让我吃了一斤 不过 回去之后 我仔细地研究了 你所谓的太极剑衣拳谱 而且还找到了你的漏洞 这次一定能把你打得 像他们一样 来吧 来 动就是静 静就是动 什么乱七八字的 我听不懂 怎么 怎么会这样 快就是慢 慢就是快 什么乱七八字 怎么样 现在服了吗 你的中国功夫 为什么那么奇怪 出手太快了 和别人的不一样 太极拳的特点 其实就是变化莫测 虚实不定 所以谈不上什么变化招数 你的武功的确有所进步 而且我也看出 你的毅力和执着 但你的脾气太过着急 而且太极讲究的是 以慢之快 以柔可刚 希望你能够慢慢地领悟 好 承蒙赐驾 不敢 你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可以教你太极拳 真的吗 你愿意教我 但是我不明白 你怎么会 我学了你的功夫 然后用你的功夫对付你呢 当然不怕 中国的功夫 旨在强身健庭 而不是互相打斗 制服别人的武器 你愿意学习 弘扬中华武术 我当然求之不得 若不嫌弃 我就收你为徒 教授你中国武术 如何 受徒的一拜 难得你有这份诚心 以后要认真学习 多加练习 遵命 谨遵师父教诲 不愿意 谢谢你 谢谢你 力气还不小呢 大夫啊 如风 没事吧 六官长 你们武馆不是人才技技吗 我花这么多钱养个武馆 不是要你们丢人现眼的 大帅请息怒 馆长和这位兄台 只不过是礼让罢了 本身就是切磋武功 不过在下对中国功夫 倒是很失望 没想到竟然如此地不堪一击 谁说中国功夫不堪一击 你是谁 在下朱飘逸 口气不小 你练的是什么功夫 太极拳 太极拳 就是被我打倒的 这位兄弟使用的功夫 他是我师兄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明天可以再来 到时候 我再陪你过几招 不知道崔师傅 可否赏脸 哼 我再来 我再来 你不曾解决 我再来 你不曾解决 说 得到 我不再来 我这一项 真是 你不想得了 我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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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得了 这次是 他的招式很特别 他大部分的招式 我都没见过 他出腿的风格 我感到很熟 是吗 刘网长 您轻一点 可能是我们在 打斗的时候 注意力都在对战上面 没来得及观察 我发现他的招式 都是大开大合 舒展大方 有点像我们北方的功夫 我想起来了 他用的好像是少林长拳 并不全像少林的功夫 我明白了 朝鲜被日本统治后 便禁止了一切学武之事 崔正金一定是 来到中国之后 将中国武学和花郎道融合 改良了花郎道的技法 怪不得这个崔正金 这么厉害 可以 你明天可要小心一点 是吗 他出招谨慎 出手没有任何破绽 而且 他使用的拳法 是以腿弓为主 善意于观察 对方的薄弱环节 然后 准确迅速地反击 你明天 你明天一定要小心为上 你们放心 我会小心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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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朴胤 别喝茶了 喝点汤吧 这么碗煮汤 辛苦你了 我不辛苦 你才辛苦呢 要保护龙头战 要要研究太极拳 还要比武 我担心你太累了 我不累 我反而觉得浑身是劲 能够让我在有生之年 遇到更多的武学高手 学习更多的武学文化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一想到 你明天就要和那个姓崔的比武 我真的有点担心你啊 那个崔正金的花廊道 简单实用 不追求过多的技巧和招式 而是在对手出手的瞬间 找到最简单的攻击方式 他的拳法 就像是为了格斗而胜 不过 太极拳欲强则强 我有办法对付 我相信你一定会赢的 好喝吗 还不错 你试试看 你试试看 好咸啊 我觉得刚刚好啊 别喝了 别喝了 我重新给你做 你煮得那么辛苦 我喝了 我喝 别喝了 没事的 真的不能喝 来来 我喝了他 不喝 不能不能 真的没事 别喝了 听说 昨天的陈师傅 和你的太极拳 都出自陈家沟太极门 今天希望你能好好证明你的实力 否则 我会对所有练中国功夫的人 都产生怀疑 什么东西 至于这么药无扬威的吗 少安勿躁 城外与否就敢飘逸的了 承让 今天飘逸 为什么打得这么散乱 飘逸今天不主动出招 而是看着崔正钦出招后 迅速地做出反击 也不便用万别 这样 反而崔正钦钦无从判断 也就无从下手了 原来如此 pora夫人 回復 我败了 任凭你处置 比武切磋 点到为止 你走吧 武语 你现在上去阻止 也无济于事 可我不能让他冒生命危险啊 有的时候男人 就是为了争一口气 醒醒 飘逸不会有事的 怎么 朱飘逸 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你还想怎么样 妈妈 你还想要 你还想要 普香 你了 对 子 我们 那不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算你躲得及时 你躲得及时 龙头杖的 龙头杖的 朱飘忆 你从哪里去了 塔雲 冬 喬 黄 ghost 最可 音乐 ない 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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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忆哥 天忆 你受伤了 没事 张大帅 你的人好像不行了 你看是不是休息一下 给他疗伤啊 作为习武之人 应当有武道精神 既然签了生死状 我看就得遵守 大帅 我看还是算了 我们练武之人 应当仁慈宽容 我已经废了他的武功 如果再夺他性命 未免有失武德 朱师傅 难得你有这样的觉悟 那好 听你的 谢大帅 张大帅 救我呀 废 真给我丢脸 来人 把他给我抬下去 我知道了 现在你攻我手 好 我宣布 马尼儿获胜 陈如风获胜 我拭下 这一局 马尼儿获胜 我拭下 盛初 马宁儿获胜 你的判断没错 进入决赛的 正是马宁儿和陈如风 一个是鹰爪弓 一个是太极拳 这场比赛你要仔细观察 太极拳是中国人引以为豪的拳法 蕴含着极大的内涵 如果让太极拳登上了巅峰 势必会对我们的计划 造成很大阻碍 而鹰爪弓简单直接 这样的武功浅显一雪 不宜树立威王 最适合做我们的牺牲品 你认为谁获胜的可能性大呢 马宁儿 我也是这么认为 我也是这么认为 马宁儿 希望你不要令我失望 我也是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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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是个人 我也是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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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 好 女皇 我自己不小心 没事 骂宁儿 一定也会随意 我们回去吧 来 安静 安静 我宣布 国术大赛的第一名是 骂宁儿 好了 好了 大家安静一下 还有一个事情要宣布 我正式邀请马宁儿先生 担任我们国术馆的 武术总教练 园司雀 国术 杨 维 你 你 我虽然说 不太喜欢马宁儿的为人 但这毕竟是中国人 和日本人的比赛 虽然看来 这河内京不怎么样 但却是朝朝致命啊 童一 你怎么看 我的话 他根本没有听进去 怎么可以用硬碰硬的方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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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os 起来�� 起来 快起来 起来 快起来啊 快起来啊 起来 起来 他 我 送他去医院 好 来 快 特医 你先走 我们能应付你 刘会长 您跟朱飘逸不是一起的吗 您怎么早早就到了 他到现在还没来 他不会是因为窃战 故意拖延比赛时间吧 我丑话说在前头啊 他要是迟到的话 那可算输 朱飘逸怎么会窃战 他一定是被什么事情耽误了 你放心 他不会迟到的 好 安静一下 安静一下 我说个事儿啊 本场比赛是由朱飘逸先生 主动发挑战给日本河内精先生的 可是他本人现在还没到 咱们凡事得讲个规矩 讲规矩就得按规矩办 离比赛开始还不到一分钟 如果他迟到 将会算输 我现在开始倒计时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等等 我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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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朱师傅已经到了 那我宣布 比赛开始 朱补 琦 河 朱 for 朱作 好 打到他 打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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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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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四季比赛 猪飘一火烧 好 好 赢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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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马宁儿 你来了 对 你没有想到吧 什么事情 我是来杀你的 杀我 为什么 因为我最讨厌别人利用我 第一次 你们利用我 来敲诈大河沙场和螺石药业的股份 第二次 你们利用我的失败 来打他宣传空手道的目的 这些都是你的主意 所以我要你付出代价 你杀得了我吗 现在 我杀你跟捏死一只蚂蚁 有什么区别 年轻人 你太天真了 他活不了多久了 把他扔出去 河内 加强巡逻 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是 是 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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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们把他拖出去吧 是 宁儿 嗯 走 来 来 来 宁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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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一起 宁儿 宁儿 表姨 是我 我来晚了 你没来晚 你没有 这都是我的报应 我曾经非常地恨你 但我现在 我曾 最恨的人 是我自己 我害了那么多的人 不要说这些 我 没法 原谅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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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让鹰吹 好 好 快 快 啊 陈明 看住他 我去会会助飘逸 回来再收拾他 柳英春呢 你别动啊 朱飘逸 我曾经说过 我们做不了朋友 就是敌人 我也曾经说过 是朋友是敌人 选择在你 不在我 本来你比马宁儿 还要固执 那么你死的 也会比他更惨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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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秦 我知道你出身于 末落军人家庭 你口口声声地说 是为了什么 大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 其实你们这种人 挑起国家矛盾 不惜发动战争 无非是借机 重拾你们所谓的 军人荣耀罢了 可为了这一己虚弱 你们还要害多少人 我告诉你 我们中国人 是不可战胜的 既然你们承认 我们中国是你们的老师 那你们就应当懂得 如何尊敬你们的老师 朱飘夷 我承认 是我说了 你 你 你别出声了 朱飘夷 朱飘夷 别过来 我打死了啊 走 别过来 小明 你冷静点 不要乱来啊 都别过来啊 走 别过来 再过来我打死了 别过来 都别动 别过来啊 别过来 别过来啊 跳意 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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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过来我打死他 我现在 我现在要打死他 不 我现在要打死他 打死他 不 打死他 冰春 你没事吧 你这个民族的败脸 没事吧 我没事 朱飘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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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地不宜久留 如风 快离开这儿 走 朱飘夷 先走吧 走 走 好 我们回去再说 快走 走吧 走 朱飘夷 杨卿将军 让我务必转告你 革命洪流已成 滔滔奔勇之势 希望你能够 为国为民再立新宫 朱兴中华武术职位 乃飘夷几人 将军教诲 飘夷一定会紧急奉行 上海国术馆 新任总教练陈如风 你对革命 打算立合新宫啊 别拿我开涮了 眼前啊 流史上海就是贡献了 我那点本事 你可是最清楚的 你 总之啊我就一句话 你指到哪里 我陈如风就打到那里 言必行行必果啊 我什么时候誓言过 好 保重 保重 记得查回来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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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重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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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